其實他們四位被DQ 很多人都預料了 因為大家都有目共睹 見到他們在宣誓時 是非常之不尊重的 如果是社會容許 一個隨便說話的人 事願當作吃生菜 甚至比吃生菜還廢 仍然都可以繼續留任 很多人都懷疑 現在法律所定出來的制度 是否變成名存實王 所以有這種懲罰 令到將來的人有所警惕 我覺得這也是維護法治精神的一種 另一方面也帶出一個新的訊息 就是無論立法會議員 或者其他相關的人 他們出任公職時 如果他們想著求求其其 或者是不尊重制度的話 他們是要面對一個懲罰